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家为国 韩景侯继续执行祖父和父亲定下来的对政战略再一次迁都 从宜阳迁到阳底 今天的河南宇县附近 距离郑国的首都更近 进一步对郑国施压 宜阳从首都变成了西部军事重镇 考古发现让我们看到 宜阳是一个用心经营的新都 规模很大 而阳底更像一个军事据点 规模明显小于宜阳 今天我们从阳县向西 走大约25公里 就能看到韩国宜阳城的遗址 经过2000多年岁月起礼的夯土城墙 虽然并不好看 甚至一眼看去 很难辨识这到底是一片什么东西 但它至少会让人感叹一句 好大一片啊 这座古城的轮廓 并不是规则的正方形或者长方形 而更像是一座长方形的小城 连着一座长方形的大城 小城在西 大城在东 从考古报告来看 它们原本确实是先后建成的两片城区 春秋时代先有了西边那座小城 进入战国时代 城市需要扩建 于是紧贴着小城的东部边缘 营建出一片面积大得多的新区 这种城建模式倒是我们现代人不陌生的 只是不知道对于当时的一阳局面来说 到底是觉得老城才是永远的核心区呢 还是喜新厌旧 更加看好新城的未来呢 在考古队调查一阳城市的时候 发现当地村民随随便便 就能挖到战国时代的同制武器部件 当地人不当回事 随便拿到废品收购站 当废铜烂铁卖了 这些武器部件当中 以建筑数量最多 甚至有成堆被发现的 这些建筑虽然有长有短 但造型很一致 都是三棱形的 横截面是三角形 但三角形的三个边不是直线 而是向内凹的弧线 建筑的三棱延伸到最后 还会形成道次 可想而知 这种建筑一旦摄入人体 要想拔出来的话 就只能连皮带肉 如果建筑没能完全摄入人体的话 每两个锋刃之间的凹槽 就能起到血槽的作用 让重建的人迅速失血 听上去有点毛骨悚然吧 要知道 早先的建筑可没有这么狠辣的造型设计 西州和春秋时代 主流的建筑是那种双翼型的 有点像柳树叶 这在当时倒也足够用了 而进入到战国时代 仗越打越狠 越打越没底线 所以武器也紧跟时代潮流升级换代 穿透力和杀伤力 更强的三郎型建筑 取代了双翼型建筑成为主流 在秦国攻打一阳的时候 大概满天都在飞舞着这样的建筑吧 没办法 秦国对一阳志在必得 韩国对一阳志在必守 当时的一阳城位于移水北岸 落水和移水就在这里交汇 一阳是中原地带的一大交通枢纽 西通小山向东北走不多远呢 就是有天下中心之称的洛阳 所以王应林在通建答问里猜想 以秦国的狼子野心打一阳的主意 并不是要对付韩国 而是要对周天子下黑手 这应该是解读过度了 因为秦国有狼子野心虽然不假 但以当时的国际局势 秦国完全没必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坏事 那么问题来了 以移阳这种位置好面积大 人口多 经济繁荣的一线城市 秦国要想打下来的话应该很不容易 而秦国既然打赢了 夺取了移阳城 不知道要砍下韩国人多少颗首级 但为什么 资质通建只提到秦国夺取了移阳城 却没有照例不一句斩首若干万呢 资质通建的这段记载出自史记 而在史记的记载里 秦国竟然先后有过两次拔移阳 我们正在谈的这次是两次当中的第一次 28年之后还发生了第二次 在秦国第二次拔移阳的战役当中 就明确有斩首六万的记载 这样一来 问题反而变得更复杂了 同一座移阳城 怎么会先后夺取了两次呢 期间也没见到有秦国在第一次拔移阳之后 归还移阳的记载 关于这个问题 并不存在确切的解释 但主要有两种推测 一是以宋末原初的王应林为代表 认为秦国第一次拔移阳 确实把移阳连根拔了 但并没有贸然的把它据为己有 言下之意是 秦国虽然把移阳打下来了 但经过一番审慎权衡之后 主动退出了移阳 二是以清代史学家梁玉生为代表 怀疑第一次所谓拔移阳 应该是写错了字 正确的表述 很可能是公移阳 打是打了 但没打下来 所以二十八年之后才会接着打 这才把移阳真正拿到手里 两种意见 虽然很难说谁对谁错 但显然梁玉生的分析更加简单合理 就在秦国攻打移阳的这一年里 赵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赵者通鉴虽然没提 但还是很值得谈谈 事情本身好像并不新奇 无非是赵素侯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 名叫寿陵 历朝历代帝王为了修建陵墓 而大兴土墓 司空见惯而已 为什么寿陵就值得一提呢 这是因为在赵素侯营建寿陵之前 无论周天子还是大国诸侯 还从不曾为了一座陵墓 搞出这么大的工程 工程规模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呢 律师春秋又记载说 赵国人实在是吃不消了 有情绪了 结果竟然被无起故乡的那个小小魏国 趁火打劫夺取了赵国的一座城义 赵国作为中原强国 这一回真可为阴沟里翻了船 但即便如此 寿陵应该还是圆满满功了 等到若干年后赵素侯过世 葬礼盛况空前 战国七雄当中 只有韩国没露面 其他各国各自派出万人规模的精锐部队 参加会葬 这简直飞里飞到毫无底线的地步了 也许是天下人都想趁机来观摩一下 寿陵的盛况吧 如果严格按照礼仪的话 和赵国有邦交的诸侯 只要派一位大夫给赵素侯送葬就可以了 寿陵到底在什么地方 今天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最有可能的位置应该在邯郸市西南的赵王城遗址公园 无论如何 有一位寿陵人你一定熟悉 他就是成语 邯郸学部的主人公 邯郸学部出自庄子 说有一位寿陵少年到邯郸学习走路 我们看 庄子的古代著本 会把寿陵解释为燕国的地名 但拿不出根据 而如果寿陵就在赵王城一带的话 那么这位寿陵少年去邯郸学部就很好理解了 相当于曲线里的朴实小伙 到主城学习时尚青年的绰约风姿 结果学得不伦不类 反而被主城朴柱取消